在法会 什么样的法会才殊胜 要有两种缘 一种缘是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好的法师来引导 古代对法师的要求相当严格 一 戒得高远 二 要能够观幽明之道 能够胜观 也就是他能够通灵 他能够上通四生法界 然后通天道 二十八重天 通六道众生 地狱众生他也能请来 恶鬼道众生他也请来 还有一个凶恶的 八难横死的恶鬼道的众生也能请来 都请来了 你才有办法去帮他 你请客没请到 人家没登你的家门 这怎么帮人家 这个叫观道幽微 就是对一个法师 他能够胜观 并且能够观幽明世界和微小的世界 你看鬼吧 鬼道很小 叫小鬼 他的身体都高不过蚂蚁那么细小的细鬼 你这个没有观道幽微的本事 你怎么能够跟他们打交道呢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整个的法界 今天实际上都搞乱了 很多人是在传法 但是不信阴阳节 是在修法 不信阴阳节 只信一个人 我通过人努力我就能成功 我之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老黄牛他相信自己一辈子只要使劲干 他就能够成功 结果成功成了个什么功 还是一个蠢牛 还是被人剥了皮了 抽了骨了 卖了肉了 人类不能像牛一样的那么牛 你要学会着和六道法界众生打交道 然后得到六道众生 还有四圣法界的师父们的助力帮忙 一个好汉三个帮 你现在是一个好汉百万个帮 千万个帮 亿万个帮 那你不成功才怪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能害牛 人不能靠自己 人是靠发界众生 千万人抬你一个人 你就火了 你就红了 你就起了 你就生了 你就新了 你就忘了 你就发了 你不能靠自己 牛 牛的结果就是自己最后还是个牛 还是个蠢牛 还是很惨的牛 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只相信自己能搞定所有的事 那老师给你举例子 就是一头蠢牛 你记住 我们一辈子 你们要不要做蠢牛啊 不要 就要好好的拜拜 OK 让师父们 要鼓就大声鼓嘛 我帮你太好了就去扫了 你需要很信任 我有一点一个东西 你需要一个大帮 你会受到你的我们这一点 你 nobody